9月21日报道 日前一段有关俄罗斯一所军校的散兵学员第一次跳伞吓得不敢跳 被教官推下机枪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视频中 满载散兵学员的教练飞机抵达指定空域后 舱门打开 教官站在舱门口 准备指导每一位散兵学员进行人生中的第一次空中跳伞 距离舱门口最近的学员看到飞机下的大地突然不敢迈出舱门了 他吓得全坐在舱门口 任凭教官和身后的一名学员怎么拽 都死死地抓住旁边可以抓的东西不愿跳下 还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叫声 教官拽得越狠 他发出的叫声也大 最终 教官和身后的学员一使劲还是将这名学员推下机舱 他的伞在空中正常打开 向远处飘去 随后其他学员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机舱 因为是平生第一条 有些学员脸上还是显出恐惧的表情 据了解 这些伞兵学员的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 目前还不清楚 这些伞兵学员来自俄罗斯拿索军校 有眼见的网友认为 他们可能来自苏沃罗呼指挥学校 合作者 名字 Erde宜 这些伞兵学员做了解 胸罗斯拿索军 我想让他感悟了解厉 想让他在 Bir生百质物来自转发 以来自如是个大摩 就是不能远佛新百质物 像法般一样 他们在一边 我或是一样 不得不得 altar 我还没有太多 是的 不得了解